大家好,线槽里面电线做接头千万不可以对齐了接 否则的话它有很大的隐患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电线如果我们对齐了接 这样接上以后 我们看,这样放进去以后 它有一个大的结 所以有两个结碰到一块 放不到线槽里面 即或硬放进去以后呢 这个电线接头一旦发热 它俩就会粘到一块 一旦粘到一块就会连电 非常的危险 那么我们到底该怎么接呢 今天我来分享 我们看老电工它是怎么接的 它先把这个软线呢 剪断了三公分 然后呢 我们这样看 它把硬线对齐了 然后是这样的 把这边呢 也剪断了 我们看 它这样接 这个时候我们接上看一下这个效果 首先 我们来接这个火线 把它分开了 从中间分开 然后呢 拧到一起 这样拧到一起 当这样拧到一起以后 它俩再拧一下 然后呢 这个 往这个方向沉上 这一个呢 往这个相反的方向沉上 当这样接上以后 我们再来看这一个 同样的方向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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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给分开了 然后还是 把它俩拧到一起 分开以后 这样拧 拧到一起以后 这样拧一下 然后呢 把它俩拧到一起 往相反的方向沉上 往相反的方向沉上 直接把它沉紧了就行了 直接把它沉紧了就行了 我们看 当这样沉上以后 我们沉胶布的时候 胶布过不去 间隙太小 怎么办呢 然后我们把这个胶布给揭开了 找一段电线 先把这个胶布呢 缠到电线上 然后我们看 缠到电线上以后呢 把这个坐鱼的剪断 我们就这么缠 看 这个在这样沉上 我们看 当这样缠上以后 都放到线槽里面了 两个接头不在一处 把线槽子把给盖上 我们看 这样就OK了 就完成了 好了 感谢观看再见 再见